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对美国示威者在华盛顿冲入美国国会大楼的事态表达关注以及不安 特鲁多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账号表示 加拿大人对其亲密盟友和邻国美国的民主遭受攻击深感不安和难过 他同时表示暴力不能推翻民意 他在接受温哥华一家广播电台连线采访时表示 加拿大政府正关注美国事态每一分钟的发展 他说美国正在进行重要的选举进程 大家都希望并且也需要它正常和平的进行 特鲁多表示加拿大政府将继续做该做的事 以确保无论事情如何发展 在对美关系中都可以服务好加拿大民众 加拿大外长商鹏菲通过社交平台表示 加拿大对华盛顿特区的局势深感震惊 他说权力和平过渡是民主的基础 加拿大驻美大使科斯顿·希尔曼也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使馆人员均安全无余 他也呼吁人们在这段时间保持冷静 加拿大广播公司在其报道中播出了该机构电视记者和摄像师 在华盛顿街头拍摄时遭特朗普支持者辱骂和推散的画面 加拿大官方已更新了赴美国旅行警示 提醒旅行者留意华盛顿特区的示威活动 及由此引发的冲突和宵禁措施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数周来一直称大选存在舞弊 拒绝承认败选 他呼吁支持者六日到华盛顿 要求美国国会不要认证存在舞弊州的选举人票 特朗普上午现身白宫外的集会 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敦促他们向国会进发 国会当日召开联席会议 认证各州大选投票结果一个多小时后 在外聚集的示威者冲进国会大厦 与全副武装的警察发生冲撞 迫使议员中断会议紧急转移 特朗普在冲突发生后 在推特发表视频讲话 要求支持者和平地回家 但依然支持他们 数小时后 推特第一次封杀特朗普的账户12小时 并威胁会永久关闭他的账户 事件已造成四人伤亡 五十多人被捕 数十名警察受伤 特朗普当日 更加紧急转移